Yo what's up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来今天我要讲的context就是在2月10号那时啦 有一个notice就是讲那个rotex不需要黏在那个我们的车上面那边了啦 全部都是跑那个digital的付税和电子驾照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是要教你们如何去快速的 只要你5个step啦就可以搞点restation 在那个卖JPJ的apps那边ok 因为我本身也是尝试了很多次 一直在那个卖JPJ那边register register不到啦 一直讲connection error 还有我完全没有register过的他讲我那个user已经是register了 so 也希望大家容易一点啦 so跟着我的step肯定没有错啦 所以现在废话不多说 来现在我们进入教程 OK首先第一步呢你就去google找到myccap 就在这边第一个 然后你进入到myccap的你可以看到有 马来文文圈的原装置 所以你这边你们可以换英文或者买文文圈你们自己喜欢 ok 接下来就按first time log in 按first time log in 就是要填写你们的ic电话号码 email就这样的这个email啊 因为他有send那个email给你们的 然后这个referner number是不用理他了啦 所以你直接打了下面的scredit code 你就可以按nex了 ok 按了nex过后 你就step2就double confirm你的东西 然后就按nex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就去你的email找到temporary password 然后你就load in myccap once你load in进去了呢 你就去到这界面 你就可以打你的temporary password 你等新的password啦 ok 接下来就去到myjbj 你们可以在los或者google的那个appstore那边倒入 so 接下来你load in了呢 你就去这个my profile 接下来my profile 这界面你按进去直接就看到你的digital license 跟你的rotex在这边啦 ok 就是那么简单 希望帮助到大家